45岁前有脂肪肝的人 多年后更易患癌 怎样进行破解呢 最近我国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百经世纪谭医院等的研究人员发现 通过对6.3万人的长期跟踪分析发现 在45岁前确诊脂肪肝的人群 未来十多年的随访 出现癌症的风险最高 其中消化到癌症的风险 增加百分之一百 肝癌的风险升高百分之一百六十六 肺癌的风险升高百分之一百一十四 节肢肠癌升高百分之一百零五 研究人员最终得出结论 如果45岁之前能够没有脂肪肝的话 那么后半生的癌症风险 可能会降低百分之十七点八三 以上的科研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 Dema Network Open上 因此为了减少后半生患癌的风险 年轻时就应该注意减少脂肪肝的风险 减少肝脏脂肪细胞变性 减少肝内脂肪的堆积 逆转脂肪肝 饮食上要尽量少吃油炸食品 多吃水煮清蒸等食品 营养要均衡 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等富含维生素的食物 平时一定要戒酒 因为酒精在肝脏中分解代谢 会增加肝细胞的负担 要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避免熬夜 这也会让肝细胞得到休息 减少脂肪肝发生的风险 运动锻炼能够消耗多余的脂肪 有利于肝脏的代谢和功能的恢复